主料,面饼两个,鸡蛋两个,火腿一个,生菜两片,辅量,油,酸溶辣酱,自然粉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外边满的饼,由热后放锅里炸,炸至表皮微干,这样外边那层吃起来会很脆,会让你香,火腿切片,使用鸡片就成,剩余的可下次再用,锅里留少许油, 放入香肠煎,剪至表皮有点干的时候盛出,再煎两个鸡蛋,煎蛋照片忘拍了,并用刀切开,不要切断,饼上抹些蒜蓉酱,铺上生菜,鸡蛋,香肠,在鸡蛋和香肠上再刷些蒜蓉酱,撒少量孜然粉就可以开吃了,很香的,烹饪技巧,加饼食在香肠和鸡蛋上都刷些间会更有味一些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